中国正是因为没有按照西方开给我们的纺制轴中国最成功 如果按照西方的这个定义的话 中国当然没有在西方式的民主 那么按照中国自己的定义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当然有民主了 今天世界就是中美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关系 它是中美关系就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两个柱子 首先中国的故事 我是觉得需要中国自己人 我们自己把它讲好 讲故事的目的就是说 我想你讲故事就是说你喜欢我 我不是说你恨我 没有这种讲故事方式的 除非讲鬼故事 大家害怕了 那么我们这几年我们都得讲故事 但是讲着讲着 为什么西方越来越不理解 越来越害怕你呢 首先我们要这个一个反思 对吧 一个反思 那你肯定讲故事的方式有问题了 对吧 那么第二个就是从美国来说 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错判 错误的估计 他们认为 你看苏联 东欧共产党都解体了 中国共产党从 有一天也会解体的 我是你觉得中国共产党的 从80年代以后 这个学术界出了几本书呢 不超过三四本书 中国共产党那么重要的一个共产党 九七都外党员的共产党 整个的西方世界就是那么寥寥无几的几本书 有几篇文章呢 但是当年的爱德加斯诺也 他的这本书在西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斯诺这些红星招要中国的日后 他就是待着世界怪的 世界这发生什么 其他国家这发生什么 中国的也这发生什么 那么大家看来有个共鸣嘛 我一直在深圳我说 你如果讲深圳故事的话 在讲深圳故事的时候 你如果不看到美国铁修带城市的衰落的话 你永远讲不好 对吧 这是同时期的 对吧 深圳改革开放 80年代开始 一个小渔村开始成长起来 同时美国的铁修带 80年代直接多么辉煌呢 是吧 就慢慢慢慢甩落的过程 中国深圳城市代 你看到广州的城市代 崛起的过程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世界观 来讲中国故事 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地图上 来讲中国故事 不是说海洋 我们只是讲长城内 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故事